想起前阵子被热传的一个真实故事 1982年6月 青海女孩陶金兰在挖水管时挖出了一个银库 被植入思想觉悟的她估计私自 在她脑中一闪念 就被痛彻心扉的斩立绝了 于是她把在自家后院的这一巨大发现 上报了组织 组织立刻派人清点 发现银库中有6万多枚银元 十两及五十两的银钉 一千多个 陶性女孩得到了组织两面小红旗的嘉奖 数年后 陶家人得知那些银元是她爷爷买的 几代人辛辛苦苦的家底 被一个败家孩子给换成了两面小红旗了 故事还没完 若干年后 这些银元让村支书的儿子成了房地产大佬 陶家的后人依然种田没生 窑洞上的墙上挂着两面小红旗 供后人瞻仰 专制社会制造的以德治国 从村长到主席 各层级的土皇帝都成了道德的代言人 不可避免的成了道德裁判员 并代表组织享受别人斗司批修之后 主动交出自己家族的劳动成果 可悲的是 中国人民被中共用娱乐构建起来的伪道德 彻底洗了脑 自己用几代人的鲜血供养了共产魔鬼 却浑然不觉 事实上我们所遵从的那个道德 不过是接触边界内的大众舆论创造的产品 这个产品通过父母老师 也是教科书等工具植入 并填满了我们的生活 而家长和老师的道德标准 也是以社会舆论为依据的 不然他们也扛不住道德审判 作为移民可能会感觉更深 通常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去清理我们曾经的认知 独裁体制下平民之间的道德标准 整齐划一 恰恰说明这种伪道德 是统治者通过媒介灌输的结果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无条件的爱党爱国 却不知道这种单向度的爱 是毫无逻辑的反人类的爱 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的移民 到民主国家后 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很快融洽 而年长的移民容易水土不服的原因 如果天底下有一种道德 让你做出咬碎了牙 咽到肚子里的所谓牺牲 那必然就是反人类的伪道德 真正的道德必然是合逻辑的 不剥夺他人 且不与天性相违背的 如果有一种道德 怂恿你去牺牲 那必然是邪恶的 是伪道德 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三世之中有所谓者的 电视频 对是伍道德 d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